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上说我们是为了神的旨意被造的 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说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的 所以不管启示录第四章讲到我们是为了神的旨意被造 或是以赛亚书43章讲到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造 而被制作 被做成 如果我今天活着在地上 不是为了神的旨意 不是为了神的荣耀 那我不晓得我们在地上干什么 那么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回转 可以被神改变 可以让我们去见主之前 让我剩下的日子能够为了神的荣耀 能够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 我很多好朋友 很多认识的人 其实陆陆续续真的说走就走 你看我认识一个28年一个很好的同工 我们俩常常有教终跟我差不多年纪 去年他就出来走了 年初的时候 今年年初走 不过去年我们教会一个32岁的孩子 年轻人带着他的未婚妻回家 见双旁父母顺便出差 就会突然脑溢血 就住不回来就走了 我们相同学训终是因为很重要的同工 在意大利 他们今年刚生的一个小孩 生下来不到两天走 所以生命其实不在我们手中 生命就像林肯总统讲的 文章不在乎长短 乃在乎他的内容 那么今天如果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内容 我的人生里面没有永恒的价值 其实神是随时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入去的 真的 非常容易 我们都用过原子笔 对不对 原子笔写不出来的时候就丢了嘛 再换一支 所以当我们在神手中没有用的时候 其实神是很可以把我们给丢了 但是神没有丢 神是宽容 神是仁爱 神是在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彼此勉励 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英文叫做 请问今天叫什么 所以今天合乎这个标准呢 Why is it still cold today 当他还被称为今天的时候 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要彼此相劝 我们要好好为主要活 德国有一个谚语 他说人老得很快 成熟得很慢 好吧 我说你们都太年轻的瓜们 人老得很快 但是真的成熟得很慢 因为我们很多日子在绕行 也是命迪第二章第二节 神说你们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 连神都受不了 天天绕行绕行绕行 一个东西走不出来 就是不能突破 我以为我在走路 我以为我在往前 其实我在绕行 我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一样跌倒 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一样受搅扰 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一样的反应 我没有进步 我没有突破 我没有成长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时间其实过得很快的 我们要不甘心自己被扣下来 要勇敢地往前 我看到在座 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 白头发 我们彼此勉励 在罗马时代 罗马上音乐 有个音乐非常有名 他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后学不见 开始学希腊文 希腊文很难读的 对不对 你读神学 八十岁读 人家说你八十岁了 还读这个干嘛 你不老啊 你还去读这个 他说谁说我老 他说今天是我余生里面最年轻的一天 阿爸们 阿爸们好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都要知道 今天是你剩下的日子里面最年轻的一天 好好抓住今天 我们好好来爱主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过去的日子过了就过了 被蝗虫马扎吞吃的日子 求神为我们赎回 那么在神的眼中 你过得有价值 你在神的眼中 活在神旨意 神看一日如同千年 千年如同一日 如果我们活得没有价值 一千年在神的眼中 神不数算 我过得有价值 我的这一天 抵得上别人一千年 所以好好起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加油 那么这次我们已经讲了三个题目了 第一个题目 你在哪里 神非常在乎我们跟祂的关系 祂不要我们只是被称为神的儿女 祂要我们真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不光有主客观的地位 客观的身份 祂要我们有主观的经历 主观的见证 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 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讲到神 讲到耶稣 我们里面会觉得甘甜 如果我们里面缺少这个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南加州有一个老弟兄 起来做见证 讲到耶稣的甘甜的时候 就和人家讲什么蜜饯很好吃一样 他讲到耶稣的甘甜都忍不住 哇我就很羡慕这个老弟兄 煮在他心中这么甜 我们讲耶稣很点甘甜 我姐爸讲过去 一点没有甜的味道 他讲到是咽口水的 刚才你不用咽 我是说这是要真的 那这是第一天讲到你在哪里 神非常在乎 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 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神说老苦丹重丹的都到我这里来 我要使你的安息 到我面前来了 我要叫你得生命 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神也把通往自圣所的路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为我们买了一条 又心又活的路 是直打慢泪 让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世人的宝座前 弟兄姊妹 千万这个有福的生活跟关系 不要被仇敌夺去了 不甘心被夺去了 常常能够登堂入室 直接进到自圣所来亲近神 这是神的女教会都应该有的情形 第二个问题 讲到耶稣中 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称祂是主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人的儿子 我们有很多的称呼 但是到底耶稣对我们是谁 你讲到耶稣的时候 你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 你讲到耶稣的时候 你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当你在生活 在难处 在试探 在艰难中的时候 耶稣对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对耶稣 要有第一手的认识 在主的认识上 绝对不能停止 所以彼得也劝我们 谢过来的作者也劝我们 都要离开基督到底的开端 彼得也劝我们 让我们既然脱离了世上 从情欲来的 败坏就得益于神的性情 有份 因此我们要更加殷勤 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 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 保罗劝我们要凡事咋尽 连于元首基督 不光在基督里长进 而且我的长进 是有效的 是算数的 是长到基督里 不是光讲说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 Christ 他是说 grow up in all things 能够 unto Christ 能够长到基督里 长到身体里面 这是神算数的 是真实的长进 第三个问题 昨天晚上讲什么 你们要什么 这是一辈子 主都在问我们的问题 一辈子都在显明 我们的情形 一辈子也都在这里淘汰我们 所以你看这些门徒 跟着耶稣 跟着耶稣 看耶稣行神迹 听耶稣讲道 都是第一手的 你们今天不过 精美与弟兄讲道 你已经觉得 很新鲜难得听 你天天听也烦 耶稣在这里讲道 他们亲自听 看耶稣行神迹 等到他们盼望得到的好处 得不到的时候 耶稣讲了一番话 他们就说 这道甚难 谁能跟着 退去 一大堆人退去了 弟兄姊妹 到底在这条路上 什么人事物 会把我们打下来 甚至让我们退去 今天早上问问题的时候 有人讲到 怎么样持续这个渴慕 怎么样子有渴慕 我跟你说 地上有太多的事情 会把你从这条路上 拖出去的 一定起来吸引我们 把我们拖出去 就算保守 我们一路走在死的路上 你是主 在你有生命之道 我们不跟从你跟随谁 能够向诗人说 我踏定了你的道路 这是我们盼望 今天早上 我要再讲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是神问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样子活出人生 最高的意义和价值 神问以利亚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英文是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牵扯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时间上 现在 还是现在进行 是What are you doing 第二个牵扯到的是 他所在的地方 就在你现在 那我问你 你现在在干嘛 你说我在听你讲道 这当然是外面 但是神在乎的 是说在你人生的现阶段 在你的现在 在你的处境中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主 我说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很深刻 神问的每一个问题 如果你认真回答的话 你一定会从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得到祝福 不管是被归正 不管是被提升 不管是被安慰 不管是被鼓励 你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你一定被提升 所以我希望这几个新造问题的再师 希望我们不光在师 有三师有四师 我们常常回到这几个简单的问题里面 但是这几个问题 确实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景 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 好不好 我都只是摘入了一点点 大家回家可以读 我们先读 《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一节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洞到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你这个人废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所我的命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下一个时代是我们同工帮我找 我不知道没有空去查证 他在耶和华藏的一个洞穴 那你会当着参考就是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看 这个你们没有纲要 那我提到的第一个点 讲到以利亚是一个 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 他是在神手中 在神国里面 被称为神家的战车马兵 那以利亚的信心 那是没话说 对不对 所以在变化身上的时候 旧约的国度两个代表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 以利亚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 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 所以律法和先知讲到了旧约 所以以利亚是旧约很重要的代表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 那么圣经上 雅各苏讲到以利亚的时候 却说以利亚与我们是有同样的性情 这是我们读旧约人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夸张了旧约人物的属灵 就会让我们觉得他跟我们很遥远 他是他 我是我 我做不到 我永远不可能当以利亚 但是圣经却把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摆在我们面前 摆完了以后说 以利亚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特殊的受造 生下来就是得胜者 生下来就是大有能力的 生下来就是一个神家的战胜马逼 不是的 他跟我们有同样的性情 你等一下就会看到他自己怎么样子从他的沮丧 从他的灰心失望里面被神恢复过来 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 所以圣经并没有忽略到以利亚在神手中的价值跟重用 你看雅各苏在这里讲到 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 但是底下说 他肯切祷告 求天不要降下雨 天就三年年六个月不下雨 等到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了 这个好像天窗是由他来开关的 你在家开过天窗没有 一拉开来 光线进来了 一关起来就凉了 好像天是被他拉开来关起来的 这个人大有心心 大有能力 而且他一个人在神家里面 在那个时候荒谣的时代中 他是得胜者 他是神家中有抵触 所以当他被升上天的时候 以利沙在那里喊说 我父啊 以色列就是神国的战车马兵 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他一个人 好像整个国家的战车马兵 可以相比的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 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 得胜从来都不是天生的 在神手中有用 也不是天生的 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 那么他为什么能被神用 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 他也经过软弱 他也经过灰心 他也经过逃 不想干 但是神怎么样子都恢复他 所以我也很希望今天这个 成为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来思想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不是不会软弱 不是不会灰心 不是不会在主的面前不想干 我真的是 也很亏欠神 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走不下去 跟主说主走不下去 真的走不下去 很累 然后觉得处理不讨好 被人家这样子的误会 或是处理不讨好 这么多功夫 为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 我在办公室里面 带了三个计划 不是跟同工 还讲惯了 跟我底下的同事讲说 请你做什么事情 他马上要给你做来 因为我们公司规定 审核是根据curve的 一定有多少人 百分之多少人是最烂的 百分之多少人是中等的 百分之多少人是高的 所以我每一年跟我底下这几十个人 review的时候 我心里最疼痛 因为一定有人要被砍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要去跟别人说 你这里不行了 你不行 你就判断他们里面的愤怒 因为你必须客观 要很客观 告诉他什么地方是你需要突破的地方 但是他们不免疫 他们觉得我已经尽我本分 所以我是最讨厌的一件事 我宁可做单纯的engineer 结果我后来所有的这种管理的东西 我都不接 我就专门做技术方面的 那你就发现在服事的过程中 来到神家一样 在公司交代人家做事 人家都是经理做 在教会请弟兄姊妹做件事 要看人眼色 然后不能不耐烦 然后不能要求太多 所以就没有爱心 然后他不做的话 不能责备 因为是义工 没有钱的 所以真的是要人命的事情 我就巴不得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 像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要出一个phone directory 教会刚开东西十个人 要我自己做 一天之内 决定做了 我还不需要一天 我有一个同工 我请给他做 他偷了快一年 我几次要拿回来自己做 就忍着 我说要成全同工 我说最近怎么样 太忙了 最近怎么样 哎呀忘了 但是怎么办呢 所以被磨 这种事情还是小事 还有更大事 我不在这说了 所以服事主 是要人命的 你很多的时候 浩劫 灰心 失望 想说我干嘛 在这里受这个气 而且我们教会 刚开始的事 是根本没有给心的 完全凭信心 不用什么感动 奉献给你 就奉献给你 不奉献给你 就不奉献给你 所以我第一个月 收到的奉献 抵不上我一天的控制 然后受众的就起了 所以其实你在服事上 会碰到很多的受责 很多的灰心 很多的挑战 那你力量到最后 他有灰心 他有失望 他有跑 I quit 不干 所以这是 我们都会有的 那底下 让我们看见 伊利亚 虽然跟我们 有一样性险 但是他落到了孤单 沮丧 失望局面里面的 所以今天 我们掉到里面去 是会有 会灰心 会失望 会跌倒 真的 神的夫人 一样会跌倒 因为我们也是个队人 会有很多的事情 说的不该说的 做的不该做的 被神管教 被神责备 我们都会 但是这条路 就是一条蒙恩的路 我没有一信主 我们就完成 伊利亚 跟我们是有一样的事情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但是却因着主的恩典 被主持守在这条路上 不是我们没有偏离 而是偏离的时候 被神带回来 不是我们没有软弱 而是我们软弱的时候 被主恢复了 不是我们没有跌倒 而是我们跌倒的时候 主意志了我们 主圣灵了我们 这一路上 伊利亚跟我们 是有一样性情的人 但是她却成为 神家的战车马兵 成为在荒凉世代中 神旨意的通行者 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 所以她在 加密山上的时候 我说到那场争战 说到底谁是神 她在那里对神的百姓说 如果耶和华是神 我们都当听从耶和华 如果发力是神 我们都来拜发力 都来听从巴力 百姓一眼不大 说到那是一个冷淡 那是一个妥协 那是一个已经根本 神在他们中间 已经不再有地位的 一个情形 所以伊利亚心里面 其实是非常孤单的 我记得我1988年 去参加一个很大的聚会 大概七八千个人 那其中有一位讲员 白法苍苍 83岁 我非常感动 他是桃树弟兄的同工 他是Tori的同工 叫Nino Ramon Thiel 还是什么 他站在那边讲道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感动 他说 当他那天讲到 这个桃树 60多岁被主接去的时候 他心里面实在过不去 跟主摔跤 他说主啊 他说我求你 留下我的弟兄 你把我的命取去 留下他 他说这个世代需要桃树 这个世代需要桃树 你知道桃树是 真的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先知 对这个世代提出了 这个弊病提出了很多的指费 很勇敢提神发言的一个 一个神的中心的朋友 他就在主面前哭着 求主把桃树留下来 把他的命取去 那他就跟我们 在那边跟我们这几千个人 讲话呢 讲道的时候 他说 noniness 孤单 是一个服侍主的人 一个最大的挑战 他讲的最大的挑战 还不是外面的事态 他觉得一个人走主的路 走到最后 很多的时候 你会很孤单 那这的确是个挑战 所以一定要在说 在山上一个人 对八百五十个先知 然后对着心怀恶意 以及妥协的百姓 更不要说对着雅哈王 这个圣经上两次说到 他卖了自己 出卖自己的人 然后取了耶稀别 把整个国家带向灭亡的路 所以整个国家就是混乱 所以他非常孤单 所以神两次问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 他说我在这里为你大发认识 以色列背了你的约 毁了你的坛 杀了你的祭司 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取我的命 他两次一个字不漏地讲出来 这是他心中的感受 全火被盗 所以他很孤单 他的沮丧 他在加密山上 这么荣耀地得胜 巴黎先知一夜之间 一下子里全火被除去了 但是百姓并没有悔改回向神 雅哈王还是一样的坚硬 回去告诉耶稀别 以利亚所做的事 耶稀别一天就说 我明天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取掉以利亚的命 整个国家还是荒野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国家有流转 所以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沮丧 第三个 他自己的失望 所以他在罗承树下求死 他想到我自己尽得这么大的力量 整个国家只剩下我 他说我花了这么大的力量 在山上神也彰显着这么大的大能 百姓还是不能回转 他想想摩西 他觉得跟摩西插远 他想想大卫 他跟大卫插远了 就他想想的时候 他就求死 他说我不及我的列出 因为我实在所能做的 实在是有限 这是以利亚当时的心情的写照 所以他灰心 他孤单 他沮丧 所以我们底下看 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若在孤单沮丧失望局面临的以利亚 我们读三到五节 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螺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我的列出 他就躺在华藤树下去找了 这里是充分地描述到 他心里面的沮丧跟灰心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灰心 沮丧 失望 在这条路上一定有的 关键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它 关键是你让这个灰心 沮丧 失望的局面 持续了多久 关键是你在这些灰心 沮丧 绝望的局面里面 你学到了什么 这个才是关键 那利亚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 所以当他掉到这样子软弱里面的时候 他在这个软弱的里面 他又产生了对神一个更深的认识 他在这个软弱的里面 没有多久他就被主恢复了 他就起来充分 他该跑的路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使命 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掉到很低谷的里面 但是他却走出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掉到低谷灰心的里面的 原因 程度 性质可能不一样 有的人是被别人攻击受伤了 跌倒了 有的人是不是没有果效灰心了 跌倒了 有的人是自己失败了 犯罪了 很羞耻 不敢起来 就不愿意再起来了 但是主还是可以恢复他 所以每一个人被困住 被打下去的原因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从里面能够走出来 像现代的话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1979年来 80年 81年开始慢慢 偶尔听到所谓的depression 这个忧郁 忧郁症 那时候很少人谈忧郁症 很少人会说有忧郁症 讲到depression的时候 我只认为美国经济大萧桥的depression 没有想到 后来越来越多人讲到depression 在美国还有一个 这个depression的 有点像education day一样 要唤醒人们对depression的重视 因为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 而现代depression 是众所周知的锚定 不光是大人 连年轻的孩子 一大堆人有depression 那结果呢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种传染病一样 什么人心情不好 都说我有depression 真的 动不动就说depression 所以我们碰到弟兄姐妹说 我有depression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 医生说的吗 你看过医生吗 心情不好 不要随便说我有depression 就说你心情不好就好了 不要随便说depression 那所以很多人说 伊利亚这个时候 患的depression 很多人用伊利亚做例子 因为他很多的现象都很像 他要逃要躲起来 Socially withdraw 这是depression 不再想跟别人来往 要躲起来 然后爱睡觉 打下去就睡着 死者叫起来吃完又睡着 然后不想躲 这是depression的高峰 我不想去想自杀 所以他论文就说 伊利亚符合了depression的条件 伊利亚的确是depress 他灰心 他失望 但是不要说他患了忧郁症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 忧郁症是你至少持续两个礼拜 对不对 持续的 然后医生判断了 所以我们那里 那些弟兄们 因为我们那里很多年轻的夫妇 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生孩子 弟兄们害死了很多 明明太太害羞 先生一样有这些症状 这件恶心 这件好累 看一看就累 我还说 你到了末期 你恐怕翻译 睡觉还是脚抽筋 所以我没想到 有弟兄真的说 他说我真的 我太太到末期 我也跟着他抽筋 还挺要 什么现象 你一听就知道 这些人是开玩笑的 他就是喜欢获得同情 他在怀孕的时候 都要喝着 保护他 要疼他 所以他也羡慕 然后你如果讲depression 别人就对你客气很多 会常常问候你 会助理吃都给你鼓励 然后会让你chill up 就发现 哎呀我一讲depression 好像拿了一个同情 在这里一样 各处都无往不利 很多人喜欢说 我有depression 求求你不要随便站 讲久了 你真的depression 神的百姓走旷野 民俗节二十一章 这路圣南闲 他们愿赌神 愿赌摩西 神就容许火蛇 进到他们中间去 咬死了很多人 就在他们被神管教 被火蛇攻击的时候 神叫摩西亚伦 列了一根铜蛇 几百万人子 另一根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赤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拯救 从新约 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知道 这个铜蛇预表了基督 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人只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仰望他的 得到永生 所以神给人的救法 不是解决伤口 而是仰望基督 你的眼睛一直定着 你的伤口 它真的是伤口 痛了 已经发炎了 又发烧了 然后再看看周围 死掉的一大堆 躺在你旁边 你越看 你越不能从里面出来 而且你至终结局 跟他们一样 可能就是倒闭 所以看难处 看环境 不会让你走出depressure 神给我们的助法 是叫我们转眼 仰望耶稣 所以西伯来的作者说 要仰望 那个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英文是说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你不光要把眼睛 原来看正 要turn your eyes 要画一个 要去看这个 不再看难处 不再看伤口 不再看你真正的感觉 学习来看主 转向主 当你看主的时候 一望同时 明书记21章讲 一望同时 救必得救 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 所以我们要 请弟兄姊妹记得 在你平安的日子 决定不能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在我们平安的日子 要学会感恩 而不是愿赌 什么时候 神把保护我们的城墙 篱笆一抽起来 你发现火石立刻进来 抽敌是巴不得 来偷窃杀害和毁坏 约国记第一章的挑战 就是神在这里挑战 或者撒旦在这里挑战神 约国爱你 岂是无辜的 不是因为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 让他受到了保护 让他蒙恩 所以他爱你 如果你撤掉他的篱笆 他一定当面弃绝 这是撒旦对神的挑战 神说可以 你不准动他 我撤掉 所以神一撤掉篱笆 约国所有的产业 骆驼 羊群 牛群 什么东西 一天之间全部都掉 所有产产都掉 然后他孩子全部死去 我评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神的恩典中 还在埋怨 那是因为不认识恩典 要懂得感恩 任何时候 神如果撤掉篱笆的话 你发现仇敌就好像 你一个器皿放在海水里面 你找两个洞 海水立刻从这个风势里面就进去 仇敌巴不得 尽出你我的家 尽出你我的生命 因为盗贼来 就是偷窃上海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这个情形 我们会有沮丧 会有灰心 会有失望 主都了解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如何去面对 这些灰心 沮丧 沮丧 失望 甚至你的失望 所以在以利亚的身上 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子的 来恢复他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点 神是充满体谅 而且他最知道怎么样子恢复重建我们的神 我们再继续读第四节到第七节 这是以利亚在空里的罗藤树上 他说 耶和华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 拍他 说起来吃吧 他观看 见头边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仍然很串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 因为你当走的路 甚远 接下来有个图 就是长到 你看他被称那个样子 天使来拍他 然后我们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读 几下来的经文 从十一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说 他跑到那个洞以后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夜空大作 奔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也在火中 我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万一蒙上你 出来站在淡口 有十一向他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好 那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 那我们在这里发现 神怎么样子来对待 一个灰心疲倦 失望 甚至沮丧的仆人 那么神怎么样 把他给恢复出来 那同样的 今天在你我的身上 神做同样的工作 怎么样子让我停顿着脚步 让我灰心 绝望的情形 能够从来盼望 能够让我从来爱火 能够让我在主人面前 重新起来奔跑 当跑的路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 神是一个非常体验 体贴以利亚 然后也先供应 他眼前的需要 神一点没有责备说 你为什么要逃 多丢我的脸 回去 神没有这样子 神让他跑 跑到河山树下睡了 然后神拆请天使 去那里 为他预备吃的 食物和水 我不管你多会做菜 你决定比不上天使 一瓶水 一个饼 可以让他跑四十周夜 最高单位的营养品 那我记得我第一天 还是第二天讲过 神有的时候 容许我们被带到旷野 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 会被带到旷野去 旷野里面就是孤单 旷野里面就是荒凉 旷野里面就是危险 旷野里面是没路可走的 因为平常没有人 这都是旷野的洗照 圣经上说是 是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旷野是没路的 神帮我们带到旷野 是为了提供我们 让我们单独遇见神 所以雅各在旷野遇见神 摩西在旷野遇见神 以利亚在旷野遇见神 大卫在旷野被神训练 这都是旷野的经历 保罗被带到旷野 得到了最高的启示 所以在人生里面旷野这种孤单 好像旁边没有人的经历 其实是需要的 很多人一家人在一起 可是他里面一样很孤单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深处的需要 深处的感受 没有人可以清楚 这种虽然你人活在家中 但是就着你的经历来说 仍然好像旷野 你虽然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你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人 你觉得不知道要找谁 每一个人都忙得不得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里面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需要 找不到人谈话 在旷野里面 在教会 人在教会 可是一样会有孤单的感觉 特别我们福祉主的传道人 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书 因为很多的感触 很多的感受 很多受到的这种伤害 是没办法跟你清楚的 所以一样觉得孤单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 神没有责备他 但是神却将天使两次供应他 你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他的背后 对以利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神没有责备他 神还是顾念他 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 已经不认识的教员脸牧师 我很喜欢举他的例子 他以前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九八几年吧 到我从前海带池的时候 所在的一个教会 他在跟我们交通的时候 他讲到很多年以前 他跟教师母到休斯顿 因为教师母心脏有问题 所以那个如果讲起来 是起码五六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的中国人 所以他在休斯顿开刀以后 心脏开刀以后 那教师母就完全没胃口 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那我是非常能体会 我一九七九年到美国纽约去开刀的时候 那他送什么来 我几乎什么都没吃送回去 到最后伙食部的主任 亲自跑到我的病房 他说Mr.U What's wrong with our food? 他说我们的食物出了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全部退回来 然后我的体重实现下降 一点都吃不下去 那个麻药让你没有胃口 再加上美国毕竟是只有两千年文化 做吃的就显出他们的不行 哪里剥菜变真的真的黑黑的 然后没有盐没有味道 这样送来 你怎么吃得下 一块饼一块肉 中国人可以做出各种味道 它就是干干的变得烤来 干干的硬硬的 你根本就吃不下 特别是麻药 那么多小时 所以送什么我回什么 所以教师母说他不想吃 我可能要吃 教牧师到最后挤了 他说那你要吃什么 他说我只想吃三个东西 我吃点白菜 吃点白饭 顶多配上一点白斩鸡 三百 教牧师说我到这里人生地不熟 没有中国人 我去哪里给你找这个东西 讲着讲着没多久 外面有一位弟兄 他后来知道是弟兄 找来找去再找他们 后来找到病房进来了 他说教牧师 咱们找到你了 他是从达亚斯开车跑到休斯特 来看了 开四五个小时了 他说我听说教师母生病了 来这里开刀 他说我来看你们 他说我开个餐馆 生意不好 非常 一点都没有钱赚 非常亏 所以他说他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给你带了一点点吃的 然后安慰完就走了 流皮尺带 打开了 三样东西 你们都是智慧智智 三样东西 白菜 白饭 白斩鸡 教牧师说他跟教师母看着眼泪就下来 这是三个菜可能你们都不想吃的 对他们来说是天上的面食 天父仍然顾面 这是他们的感受 不是说终于吃到了想吃的 而是里面摸着了神那个细微的爱 不肯放在你的爱 这个让他心里面很痛 所以在以利亚这么灰心都想求死的时候 神经的天使拍醒他 给他吃药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一个饼 一瓶水 但是他却体会到背后 神没有丢弃他 神没有放弃他 神没有责备他 所以在他最灰心的时候 他需要的不是责备 不是要求 而是了解 所以神在这里表达了 对他的体虚和了解 这是让我们服侍主人很感动 我真的很多的时候累了 灰心难过 趴到主面前 主很少责备 但是借着他不肯放我的爱 借着一首诗歌 借着一句话 借着一下子 我好像碰到了主的桶在 被他抱在怀中 整个人重新对比 这是他体恤的爱 不肯放我们的爱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神知道怎么样子 把我们从洞里面招出来 你知道人躲到洞里面 就是想什么都不管 什么人都不要见 这是一个很深的绝望 跟灰心 跟疲倦 就是想躲起来 所以当1996年 于是母 他怀第三胎的时候 他那时候其实是四十岁 那孩子已经都五个月大了 就突然胎死腹肿 那对我们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都很喜欢孩子 结果孩子出去了以后 他得了这个 biological depression 就是不是心灵来 而是生理上造成的 因为他荷尔蒙指数 整个就上下颠倒了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 depression会临到他 因为他非常痛苦 他常常要挣扎 晚上能不能上床睡觉 然后听到有电铃 听到有人爱门铃 他一定跑到房间躲起来 跟他平常的个性 完全相反 那是他没有办法去克制的 那种恐惧 withdraw 那种想逃 想躲的情形 那四个医生 看过四个医生 都抢过他一定要吃药 那我真的 如果你有depression医生 叫你吃药 我觉得你该吃药 他自己祷告 是他自己的学习 那后来主有一天 突然一下子 抑制了他 释放了他 一下子一个黑暗的诠释 好像离开他一样 他是立刻好的 所以这次主很特别 的工作 我不觉得是 是人人都要去copy 就跟我昨天讲的 奉主的名 叫麦芳把那个地 叫回来 这个你不要去学 这些东西都是学不来的 是圣灵说话了 神要做了 我们只是顺服 觉得另外 那当他躲在洞里面 不想出来的时候 主对他说 你出来 站在我面前 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坐 奔山碎石 耶和华不在风中 风以后有地震 耶和华也不在地震中 地震之后有火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所以首先神仙让这个大自然的现象 好像在外面经过 狂风大坐 连山都奔了 石头都碎 你要知道那是多大的风 奔山碎石 然后地震 然后烈火 所有这些大自然的现象 毕竟一定要一件事情 是全能的神在掌权 你怕什么 虽然整个国家荒凉 整个国家被盗 但是我仍然是神 洪水泛滥的时候 是高枕 我仍然坐在宝座上 回王 这是神提醒他 全能的神 做王掌权 你要担心什么 所以以赛亚书 五十一章 还是五十二章 那你说到 你是谁 竟然怕那必死的世人 必要变为草的世人 却忘记那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哇 弟兄姊妹 神常常提醒我们 你为什么会活得这么 这么窝囊 这么小胆 这么害怕 老板说明天要裁员 今天晚上就睡过他家了 才过来一件这样子的事情 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是谁 为什么怕这个 怕那个 却忘了 创造诸天 立定地基 安定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是不太能明白 我是这样子的神 你为什么会怕 所以神先借着这个 出去了一趟 然后神都不在其中 然后火后 有回响的心理 所以神有祂很刚强的意念 神有祂很温和的意念 那我们可能都在乎外面 轰轰烈烈 但是却发现神 在火后的 很微小的心理 让以利亚 重新再来恢复 所以在这里 这是第二件事情 神知道 如何把一个 已经灰心了 已经不行的人 把它装出来 这些东西都没有 然后到最后 神说话了 就出来了 因为以利亚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 不是光看见神的作为 而是希望看见 有这样子 能作为的神 就跟我昨天 两次引用 A.B. Simpson的诗歌 前要的是祝福 今要主治之 约伯在这么多的 患乱痛苦的里面 他问了神几十个问题 都围绕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要受苦 神从来没有回答 他几十个问题 神都没有回答 而是当神说话的时候 这件事情 就叫约伯重新得点 他知道神没有对其他 他听见了神 问了他一百多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 都把约伯提升提升 我今天没空讲 你有兴趣 在网络上 我讲约伯记 你可以去听一下 神见着问约伯 一大堆的问题 把约伯提升起来 好像旋风一样 把他从地上提到天上去 让他里面知道 我从前奉门有神 如今亲眼见 神根本没回答 他的问题 但是他却在 在神说话的里面 他遇见了说话的心 这件事情 让他重新对立 所以神知道如何 把我们从洞里面 造出来 我跟你讲 一定要躲到洞里面 如果不是神造他 你觉得他出来 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谁敢去造他 谁能够叫得动他 谁能够劝得动他 这是基督神 可以把他造出来 所以对我指明 你今天躲在洞里面 就算没有人可以管你 没有人了解你 没有人帮助你 神知道怎么样 把你造出来 要有办法 好不好 千万不要去行短剑 给神一点机会 千万不要灰心就放弃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刚才我们讲过了 他能够体恤 能够灰心 他借着一针见血的问题 来把我们给造出来 其实在我讲这个之前 我还是再多讲一点 神的体恤跟神的了解 因为这件事情会很安慰我 我们都很需要这个 那我自己在出来 全世界以前 我原来在一个教会 那我们教会的师母 我在台湾就认识他们这个家 两个都非常爱主 传道人跟师母都很爱主 比我大17岁 算是我们前面的 那这个师母在教会里面 这么多年以后 她心里面其实非常受伤 非常灰心 那在美国听说 得depression 排行榜第二名的 是牧师娘 你不要以为第一名是牧师 第一名不晓得是谁 我想可能是美国总统 第二名是牧师娘 不是牧师 因为牧师传道人 对我姊妹对她 还是有点敬畏 特别如果牧师 Charisma很好的话 姊妹都很喜欢牧师 然后就心里面 暗暗地以牧师娘为敌 我还听过有人说 大家想说牧师娘 如果去世的话 能不能取而代之 所以牧师娘 长得depression的很多 那这位师母 她真的是非常爱主 很单纯的姊妹 但是她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她很长的时间 连教会都不兴趣了 很多人想怎么样安慰她 或是责备她 或是要求她 或是鼓励她 或是提醒她 东东没有用 就是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 她就知道有一天 她说突然有一天下午 有人敲她的门 那时候没有手机 所以没有办法 事先约的 有人一直敲她的门 她根本不想理 因为depression的人 就是社交流 他不想见 但是那个一直敲 然后她听到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她知道 是教会的一个年轻之类 所以她恐惧 压力小很多 她就打开了 因为很多人来看望她 就是在看望中 带着要求 带着期望 所以她已经不想见你 那个小姊妹 开开门 就很可爱 就说 那个什么师母 很高兴看到你 她说 对不起 打扰你了 神感动 我来唱一条歌 给你听 可不可以 她想这么可爱的小儿子 你知道吗 她说我不进去 我就站在门口 唱给你听 然后就站在门口 唱了一条 这位师母 最喜欢的歌 是我们圣族诗歌 大概三百三十三首 她是一切最情 我所一切最爱 她是我一切最情 我所一切最爱 人生终究所行 人就终究所满 然后就三节 短短的 她就唱 唱完以后 跟师母举个风 再接 就走了 那个师母说 小女孩一走 她就一直哭 一直哭 就跟我刚才讲 跟教牧师他们一样 在最孤单 似乎被人遗忘的时候 神借着一个小女子 提醒她 人都忘记你 我没有忘记你 我还是爱你 所以 这个小女孩的看望 唱了一条歌 让一个多年 depression的师母 没有人可以 把她从洞里面 叫出来 借着一个小女孩 她恢复 重新回到教会 重新服侍 丢着妹 可能女的牧师 这么躲在洞里 等你去把她救出来 救抢 你们要对话 我只是体力而已 可能师母 可能长老 可能你的小组长 可能就是你的儿子 可能就是你的配偶 神知道怎么样子 把我们从洞里面 找出来 所以要愿意成为 那个可以对神使用的亲密 你真的不知道 你的一句话 你的一个态度 你为别人的一个祷告 可能给他带来一个 翻转性的改变 因为是神要做事 只是透过人 好 接下来 神借了一个 一针见血的问题 来鼓励 重建 他对神的信心 神两次的问他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刚才说过 他两次的回答 他说 我在为你大发乐 神 以色列 毁了你的约 违背了你的约 毁了你的坛 杀了你的先知 现在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 这是以利亚 心情的行造 但是神问他 神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动词是现在是 尽情是 你现在在开心 我不是问你几天前 你在加密山上大得胜 我不是问你的过去 我也不是问你说 你将来有一天 你说主 我还要再为你活 但是我现在不想 主是问他 What are you doing 而且悲 你问耶和华大发热心 你在洞里面 怎么大发热心 你在洞里面 对谁大发热心 这叫做一针定血的问题 所以我说 神问问题 都不是随便问的 他是非常针对性的 而且他问问题 一定都是积极的 他是为了要提升我们 神的光照 是为了医治 别人的光 光照我们是为了定罪 看到我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马拉基书第四章说 公寓的日头 他的光线 带着医治的努力 他是这么公寓的日头 可是他照在我们身上 不是为了定罪 不是为了审判 他是为了医治我们 就跟耶利米苏第二章一样 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 我要医治你的灰心 医治你的伤痛 医治你的忧伤 这是神 在的按 永远是积极的 所以神为了这两个问题 那么一方面 神在这里安慰他 他说我为自己的名 留下了七千个人 没有向巴黎去妻 没有向巴黎亲过嘴的 一方面 要来安慰以利亚 其实我插出去讲一下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点难过 当然七千个人 没有去妻 没有向巴黎亲嘴 这的确是很振奋人的消息 但是我这个人读经 我常常不喜欢 深入以后的去想 那么加密山上 这七千个人 为什么不去 当以利亚在问说 到底谁是神的时候 这七千个人 为什么不发生 就让以利亚心中 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孤单 跟无助 今天在神家 你如果去网路上看 或是在教会里面 你发现愿意讲消极话 批评论断的话 是传播得非常快 但是正面的话 没有人敢讲 因为怕被攻击 神家里面 已经越来越失去了 那种正直与勇敢 跟站在神经边 这七千个人 我决定相信神愿了他们 因为不然神不会这样说 都很宝贵 但是我只是心里面 会多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天 加密山上他们没出现 为什么他如果出现 也是一言不大 因为大环境 逼着他讲不出话 但只有姊妹 我就说今天在神家 在属云的路上 神和你的力量 一定要加起来 We are not perfect But我们希望 We are sincere 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 我们身上都有 很多的问题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背景 你是长老中 你是进行中 你是改革中 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在真理上 我们都是信仰 从一位神 我们面对的 只有一个仇敌 我们能不能 看我们相同的地方 不要定定在 我们不同的地方 让我们坚持 那不能妥协的真理 而不要去争执 那些实情上的细节 格罗西书说到 这些日子节行 月朔 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 他的本体是基督 你在这里 天天坚持 这些影子 要这么做 要那么做 要那么做 我跟你说 太阳一出来 所有影子都过去了 今天我希望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乎的 只要坚持 那些不能妥协的 绝对的真理 但是在实情的细节 在我们个性的不同 在我们做法的不同上 我希望我们 服务一点 在爱里面的包容 因为我们的仇敌 其实只有一个 以利亚在那个时候 他非常古代 谁说不要难过 有七千个人 虽然他们就算 没有像以利亚 这么勇敢敢站出来 但是这七千个 神一样算数 让他得到安慰 第二个 神马上在赋予他 新的使命 神说你起来 你到大马社去 高亚兰王 阿学做王 去高耶护 做以色列王 高以利沙 做先制 弟兄姊妹 看到去高 高就是比他尊贵 才去高 亚兰王 那时候是霸主一样 神叫以利亚 去高他 以色列王 神要用耶护 取代亚哈加 整个改换 草带 神叫以利亚 去高 神要兴起一个先知 他所做的 远远超过以利亚 以利亚行了八个神迹 以利沙行了十六个神迹 神要兴起一个 亲出于男的一个亲女 来取代以利亚 以利亚 以利亚就回去了 所以神 是 God of the second chance 你再软弱 再失败 再跌倒 主的爱 愿意宽恕 主的爱 愿意互动 主的爱 愿意再重新使用 这是在以利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 他就重新起来 他回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 讲到我们的神 是何等的伟大 那在这里 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以利亚对神 立刻的顺 他没有跟主说 主啊 我才跑了四十多天 Give me a break 让我度假两个礼拜 再回去 让我休息够了 再回去 立刻起来 就回去 所以 什么时候 我们顺服神 对神的要求 有立刻顺服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 最高的价值 真的 你不要想要为神 做什么大事 就是每一个现在 神怎么说 我怎么顺服 这就是 最高的价值 所以神在问说 花达有多音乐 你可以讲 那么多的理由 我再问你打发热心 以色列 毁贝的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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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杀了你的禁师 只剩下我 还要取我的命 神根本听了 是听了 神说你起来 回去 他就没有再讲 立刻起来 他就回去了 我画了一个图 给大家看 这个 他往和约上 还要再往下 所以 他从加密山得胜以后 先到耶识列 降大雨 跑到耶识列 然后 耶识列 说明天这个时候 我如果不取你的命 愿神明重重地处罚我 他说愿 他说复述的 所以耶识列 拜的是众神 他说我明天不取你的命 众神都可以来处罚我 所以 伊利亚就跑了 伊利亚有人说 他为什么前天那么得胜 第二天为什么这么怕死 谁跟你说伊利亚怕死 他怕死 他就不会求死 他怕死 他就不会一个人上加密山 这个人在他里面死亡 根本是小事 所以不是我们所说的怕死 有的英文翻译做afraid 其实伊利亚 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他知道这个国家欧可救药 他灰心到底 所以他起来跑 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河列山 躲到洞里 那么当神的呼召 重新离到他的时候 他立刻起来 第一个就是回亚门 你发现 一下 一上 所以 我们可以软弱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不需要软弱那么久 你如果就在耶稣列附近 找着洞的话 你会少跑一点东西 对不对 你就耶稣列跑到洞里面 去神一样恢复你 没有说到河列山 才能恢复 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 就爱提 爱提 我们三十多年前 教会有一个姊妹 有一天跑到我们家来 他们叫我余哥 在余哥哥电视节 他说 今天传道人讲话 话中有话 Solo 他说我准备软弱三个月 但是这段时间 希望你们多亲亲 我吃饭 都给我一点安慰 我需要疗伤 我需要吃饭 这个就叫属于流氓 还有软弱 要先发预言 我准备软弱三个月 然后需要有很好的款待 神说起来 回去就回去了 所以前面跑的四十周 是有神的食物 现在在跑回去 我不想要花多久 但是他得回去 因为跑得太远 所以我们软弱可以 但是不要离神太远 早一点 直接转向神 直接得力 直接仰望同神 不要花那么多的功夫 让伤口恶化 不要花那么多的功夫 让depression加重 不要花那么大的功夫 让自己还要花这么大的功夫 可以回到 我起初所失落的地方 所以这是 伊利亚的里面 我们提到的 所以我底下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的背后 有个故事 我马上就讲完了 下一章 就是神非常注重 现在的神 圣经里面 不管神的呼召 祂的应许 或是祂的命令 常常都是用现在式 都是现在 所以 你好好去读 神的应许 像 以后所说三章二十节 神能够照着 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原本就是现在进行事 神能够照着 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 与我者们 你要知道 你现在里面有个大能大力 正在运行 只是我们的信心 没有信 或是我们没有在信心里面 与它联合 你真与它联合 这个伟大的生命 要替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 胜过一切的难处 因为 那个能力 正在我们里面运行 都是现在式 要顺服 就是要现在顺服 要常常喜乐 不是说将来要喜乐 你现在就得喜乐 凡事谢恩 你现在就要谢恩 不要说等到有感恩的事 我再谢恩 等感恩节再谢恩 你就是要随时谢恩 所以神的命运 神的呼召 神的预许 都是现在式 不是叫我们再呼过去 也不是只是盼望将来 而是每一个的现在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主耶稣我若尘爱你 应该是现在 唱过没有 唱过 这首诗歌 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唱 提醒我们 我若尘爱耶稣 不是从前曾经爱过 也不是说 主啊 我的孩子上大学 我一定爱你 主啊 等我退出了 我一定爱你 主等我病好了 我一定爱你 主耶稣 我若尘爱你 应该是现在 写这首诗歌的 年轻人 二十七岁 就被主接受 而他写这首诗歌 是在他十七岁 开始升重地的时候 他写的 写的这么好 我们国民聚会 常常唱他的歌 主耶稣我爱你 我若尘爱你 应该是现在 所以有人说 过去是mystery 不是 过去是history 是历史 未来没有人知道 是mystery 是个奥物 唯有现在 叫present present 除了现在 这是礼物 所以每一个的现在 都是神给我的礼物 让我如何 好好的利用现在 抓住现在 我来爱主 不要让我的软弱 成为我的借口 不要让别人 对我的伤害 成为我不往前的借口 没有人 可以在这条路上 挡住我 所以约苏亚 神带他进江南的时候 在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 在你的处 就算你所最羡慕的 一个人跌倒了 为什么要因为 他跌倒了 你不往前 神是你的神 神的招 是在你的身上 你不要因为 周围的人事物 而让我不往前 不要因为 我碰到的难处 而不往前 不要因为 我打告 为得答应 而我不往前 弟兄姊妹 不值得 让任何人 打住你的往前 让一世往前 所以下一个图 圣经里面讲到 现在活着 任何代是我 是基督 你看 重在现在 看哪 现在正是 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 西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总要趁着 还有今日 一定要 天天 仰皇神的灵敏 那我们 倒回去看 我阅背了一个图 就是一个老阴 跟一个瀑布的 爱丽这个图 我是软弱 受伤疲倦 甚至跌倒 这是难免的 但是不能够被他打倒 更不要留在其中 不肯出来 我画了这个老阴 是因为我以前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只老阴 在天上飞飞飞 飞得很累的时候 他看到河里面 有浮冰 这种 这种 冰 在那海上飘 不是在 在河里飘 他就降下来 落在一个浮冰上 休息 他在那里休息 然后看着风景 拿河就这样一直流 冰就一直流 一直流 那他对这里也很熟 他知道不久以后 有个悬崖 有个大的瀑布 他就休息 休息 到那个冰 到了悬崖边的时候 他就想 我就开始飞吧 他就要暂次上等的时候 发现他的脚 已经被冰给捷住 他飞不起来 他就带着这个冰块一起 坠过深渊 本身水果 所以那个图 讲到有的每个人 到冰块里面 去救这些老鹰 或去抓这些老鹰 就是他会被冰块解住 他根本飞不动 所以这个老鹰 看着他站到一个冰上面 飘啊飘啊飘啊 这只老鹰不是我故事里的 是哪一次不知道了 我只是要讲这个故事 所以不要耐疲 不要休息过久 不要逃避 不转向神太久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 抽敌已经借着 我们在软弱中 把我们给牢牢的管 给卡住 疫情早就过去了 不要再找旅游 不回教会 除非身体有这个迷人过 应该回到神的家中 跟众生族一起事同 一同成长 一起服侍 神家的生活都好 保罗说 如果在基督里 有什么劝勉 心中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灵敏 你只要有 就应该带到神家 一起来分享 我们一起成长 因为这条路 的确容易灰心 容易失望 容易被抽屉固定 被抽屉打开 我们需要一起 所以当主问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 在主的面前说 主我在这里 不要再浪费时间 把自己最残缺的 最无能的 最无助的 交在神的手中 W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我最后结束 讲一个故事 你们很多人听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 蛮兴奏的 一场中提醒我 提醒我要把我这个 败坏不死的人 交在神的手中 他讲到有一个 很伟大的音乐家 有一次到乡下去休息 他在度假的时候 他在农村里面散步 他就看到远处 有一个破旧的农房 一个农舍 里面传出的那种 不堪入我的音乐 一听就是一个 横浪的琴 一个破旧的琴的声音 但是因为他是音乐大师 他对音乐本身 就是很有感觉的 他就一路走过去 走过去 就站在外面听了一会儿 听了一会儿 他就敲门 敲门以后 这个主人开门 各个不认识他 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 我听说 我知道你有个情绪 那个主人就喊不好意思 他说这是 捡破难捡来 没有人要 他捡回来 有时候没空没事 弄别声音就是了 他说 你可以让我进来 谈一谈 他说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这个人就进来了 坐在那个破难的景面前 一开就是很烂 他坐在那里安静 安静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手下出现了 非常美妙的音乐 非常美妙的音乐 如果你是那个主人的话 一定有同样的反应 是张大眼睛 甚至张大嘴巴 问说 怎么可能 这个烂情 怎么可能有这种音乐 他就问这个音乐大师 大师笑笑的 他说你刚才在弹的时候 我在外面听 你的琴 有些剑已经完全没音了 有些剑完全走音了 走成什么音 我都知道 所以我刚刚弹的这首曲子 是根据你的剑牌 所做的曲子 这是大师级做到的 我问过谁 音乐系毕业的 他说他们做不到 这是大师级 所以我去年在台北 跟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教会 我讲到成为神手中的杰作 我就用这个故事做结束 我们这个人 你怎么谈 都是造音 因为我里面 就是这么多不健康 不健全的情形 任何人来撞击我 出来的也是造音 因为我里面才有问题 你碰到我 你吃着麻烦 因为在我里面 有很多的苦毒 很多的不健康的情绪 很多败坏的情形 但是今天 当我很愿意 把自己照在神的手中 是这位伟大的神 他爱我们 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 了解我们 接纳我们 而借着他儿子的宝血 洗尽了我们 他住在我们的心中 只有他 可以让我这个败坏的人 能够发出不同的心 成为一个心 这样子 不再是我原来救赵的 在基督里 能够让救世已过 在他的手中成为心 让我们愿不愿意 把自己交给他 太多的明天 不在我们的手中 就连明天 都不在我们的手中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 把自己交给他 让我们的每一天 都被充分利用 每一天 都达到他最高的价值 这就是人生 所以 师父曾讲过一句话 延长寿命的秘诀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 都很有限 他说延长寿命 延长寿命的秘诀 在于不再浪费时间 把时间用在 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 师父曾经 活着不到六十岁 可是你看他的影响 影响了多少时间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剩下的日子 今天是我余生 最年轻的一天 让我们好好的爱主 好不好 我们对隔壁说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让我们竭力的 来得着神的上好 活出我们的最好 甚至这样 背不起来 用你的话 总共同学 谢谢 这个还有 你们有没有人配我 我跟你说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活出你的最好 活出我的最好 好不好 要不要把指头 放在一方身上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把活着直唱副歌 我们再一起来唱 谢谢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到 他将观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到 他将观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到 他将观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主啊 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 使得因你活着 而且活在我们的心中 因你活着 而且你永远爱我们 主啊 这个都成为我心里的力量 让我们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不再为我们的明天忧虑 而且我们对我们的未来 充满了盼望 因为每一天 你都赐下了够用的恩典 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你应许我们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你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主啊 我们就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是无能的 甚至是败坏的 但是让你的能力 来复辟我们 让基督的生命 来替代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下垂的时候 发生的腿能够挺起来 起来跟随耶稣往前 主啊 让你问我们 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的心 都能够量子地回答 我是活着为耶稣 主啊 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也愿意 活出耶稣来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在这里 不同教会的 基督使命都交给你 特别为了教会 当责任神教的领袖 也求你特别的施恩 纪念他们的公担 纪念他们的代价 纪念他们的付出 以加倍的恩典祝福 临到他们和他们的全家 主啊 能够让全教会一起 能够同心同心地 走在祢的旨命 走在祢的喜悦中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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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